義氣勢大於蔡英文是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女士 他用這個太多上去開幕了 天啊 我可能會讓你這個 這個一定是要交換 或者面子也要 理智也要 不然換老大換你當 兩岸一家親為什麼會有這句話 就換萊德 不然 李登輝最後幾年我常常找他聊天 因為李登輝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會提出那個兩國論 李登輝想了一下 他說這樣啦 他說那個特殊國與國關係 以後你只要強調特殊就好了 你不要講國與國 你如果是國內關係 那就那就內政部就好了 如果是國際關係 那就外交部就好 為什麼弄一個入委會 所以所以所以這個就是誤 這我要跟你講 就是我們當外科醫生最大的特色 誤實解決問題 有的話就是不能講名 講名大家都掛掉 克法如果要留著 你要接受九個共識 那你怎麼辦 一樣開始溝通 甚至我跟你講我說 我們剛剛講說不要再一個瓦 阿CEP參加可不可以 他可能也說你要接受九二共識 才能這樣 那是一個前提 這個九二共識在台灣 已經污名化了 一提大家都不高興 我說換個名詞 或是換個海底 實質比較重要 其實我跟你講還是那一句話 你要知道 台灣跟大陸溝通 絕對比美國跟大陸溝通中 但你講這個九二共識換個名字 或是什麼的 我聽說大陸能接受嗎 你剛剛講到面子問題 不是 這個就是一樣 對 要談 如果說大陸說 你不接受九二共識就不跟你談 就是個底線 那你怎麼談 那時候再談 再談 那你就接受九二共識就去談 我跟你講 不要讓自己走到哪一步 所以大陸那句話蠻有意思的 關係好一切可以談 關係不好就沒辦法 好 好